白车突然猛踩倒车想突破重围 远景吃紧棍上前 狠狠扎破车窗仍然持续暴冲 后车乘客吓出一身冷汗 都这样了还不死心继续往前 逼得远景直接用拳头破开驾驶座 一旁脱掉车司机见义勇为 不断向右逼停将他死死夹住 在不久前白车直接闯进车阵中 把轿车当成坦克车 夹缝中想杀出一条血路 远景紧追赛后 危急时刻朝车灯连开两枪 再急破车窗将驾驶拽了下来 压制在地双手上靠 13号下午3点多 台北内湖警方蓝查这辆白色足领车 驾驶不但不配合 油门一踩一路从石潭路逃到南京东路六段 沿路擦撞民众车辆一旁脱掉车 看不下去帮助警方微捕歹人 我被追踪然后就帮忙挡 所有夹工让他无处可逃 但回想事发当下人心有余悸 而为什么要逃原来大有问题 车上一艘起出大量毒品 白色粉末夹链带几乎铺满整条马路 与民众合作将其拦减 驾驶为潘姓男子46岁机 副驾驶李逊女子35岁 现场起出大量毒品 警匪追逐当街开枪惊动不少民众 而究竟这么多的毒品哪里来 警方不敢大意将介入调查 持续向上作员 接下来杨七号范亚乔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